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周潤發 嘩 被人罵 講兩個項目 請大家給我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一個項目是周潤發 被人說他人前人後的樣子 拍照時就笑 放下手機的樣子就黑面 這個就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是曾經跟法國合作過的製片人 就說周潤發 一個明星就是掛著親民 已經脫離了演員的本分 就說他的電影不能收 就因為周潤發的戲屎 這個當然有話要說 我先說明我的立場 無論是周潤發人前人後的樣子 還是你說他戲屎 我也是支持周潤發的 是不是因為偏心呢 不關事 我尊重周潤發 但我不是很迷周潤發 我事實上是迷劉德華 古天樂 也不是很迷周潤發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發歌的事情很難模仿 當然嘴巴是扮得到的 但他有他自己的魅力 這個很難扮 因為他本身也這麼高大 他的款式也很有型 我是喜歡看他 但是周潤發 不是很迷周潤發 但是為什麼都支持他呢 首先 有一個叫做光明日報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媒體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媒體 是馬來西亞 他是講繁體中文字 但是不是香港 他說 周潤發低調和路人合照的舉動 本來是值得讚的 但是因為他拿起手機的時候就笑 一放下手機的時候 他的臉就衰 說另一臉各樣 他說被網友吐槽和批評 我看不到網友吐槽 我看見有人搞事搞非是真的 就是說周潤發有這樣的事情 對人前就笑 對著人後就醜醜醜醜 我看到網友普遍都是支持周潤發的 他說 發哥不是機械人 每次跑步老鳳要停下來和你拍照嗎 每個人都有私人空間 他肯停下來和你拍照 你還要批評他拍照之後的樣子 你會否過分一點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說得對 周潤發可以不和你拍照 你知道嗎 本來這段影片不是我講的 是窮飛龍講的 我說你不要說 我說你拿不到一個點子 為什麼呢 我自己也是會出街 有時候我回到香港 或者真的有人跟我拍照 我不喜歡的 我多次說了我不喜歡 我不知道你什麼人走過來 我試過被人跟幾條街 然後走過來拍一拍 我問我是不是五仔 我是不喜歡 我多次說過我不喜歡 我不是假裝的 我是不喜歡 但是人們過來我一樣會給笑容 我很好 你說虛偽嗎 這是基本禮貌 我沒有發歌這麼大愛 跟別人拍照 拍照 每個人都拍照 那種一視同仁 你還去批評他嗎 有沒有搞錯 你好像古天樂 古天樂是這樣的 他說不拍照 不做訪問 感情事不說 沒有話可說 就走 拜拜 Mistaku 你接著就不說他虛偽嗎 他只不過告訴你 我不喜歡做這些 我擺明不喜歡 連粉絲也沒有見面會 以前古天樂做歌手 男朋友的時候 他有粉絲group 他簡直的粉絲group也不太去 他專心做事 周恩發說 人家已經是part time 明星 他是全職運動員 你強行說他人前人後的樣子 我不會覺得法歌很大愛 只是你雞蛋裡挑骨頭 很多網友都支持 他說他做回自己 他又沒有拒絕跟你合照 你想怎樣 現在普遍光明日報 就是被人罵 我覺得沒有問題 周恩發這個沒有問題 拍那張照片是笑的 他讓你記下 我對著你的時候 發放過這個面容 後來那個樣子 只不過是 唉 你長期要他殺熟狗頭 你又不是去迪士尼看著麥奇老鼠 你沒有給人錢 你沒有進場看走人發 人家真的 工如時間來招呼你 你還想知道周摩洛哥 你騙你 不過這個普遍是 這個網站 在這裡 玩周恩發而已 這個我覺得沒有問題 另外 有個人 我不會說他什麼 他聽到 分分鐘知道我在說他 為什麼我不說 其實很老套 因為我稍後會告訴你 我怕我忘記說 我現在先說 因為應該放在最後說 會比較好說 因為那個人本來書展出書 又在這裡抽周恩發水 那麼 飛龍說他是 以前跟他合作過一套電影 類似是幕後的 連出十幾個帖 就說那些東西不行 說那些電影不能收 就說到 周恩發新電影不賣錢 是意料中事 因為一個巨星只注重親民 忽略演員本分 就必然是衰收尾 只是這一句 我看到下面有網友說 周恩發就沒有衰收尾 你就衰收尾 這樣說 但是很多影評人都說 發哥這次演戲是有問題 我就沒有看過 但是我說句公道說話 句公道說話就是 那部電影不能收尾 你就覺得他演得有問題 那部電影不能收尾 很收尾 王子華最收尾的那部 毒涉大狀 你覺得王子華的電影很好嗎 不就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的人 是攻擊周恩發 怎樣攻擊呢 他部電影不能收尾 你說他的演技有問題 說他退步 說他回堂 周恩發一向是推銷演技很好嗎 你想想真點 是不是 周恩發是偶像派 其實他演技有多好啊 周恩發 他來來去去都在做周恩發 王晶華 這樣說的 賭神大雄 最紅的周恩發 他怎樣捧周恩發出來呢 他是不是推銷演技呢 王晶華 我用他兩個形象來剃造這個角色 一個傻奸奸 周恩發 一就是有型的 周恩發 周恩發最煞食就是拿雙槍 英雄本色 另外最煞食就是傻傻傻傻傻 那些 我愛柳文柴 有套叫公子多情 那些 那些 他把兩樣東西放在一起 周恩發紅是紅這些 你說他演技很好 他救黃秋生好嗎 黃秋生好像泥膠一樣 那我做什麼像什麼 演什麼像什麼 謝君豪呢 謝君豪又是黃秋生那個級數 我上次說什麼演技的 我提都沒有提過周恩發 我不是說他演技不好 但是你會覺得周恩發都是那個款 他做來做去 明星 他是明星 他也是演員 但是他演的戲 你說他年輕 我這樣看 他年輕就做英俊小生 公子多情 談情 和女兒激情疾 嘟嘟嘟嘟 和周恩和我拍愛情片 後來拍英雄片 然後也是拍英雄片 血型未冷 鵝虎長龍 然後又拍影片 做過安娜國王 黃金甲 做老生 但是有氣勢的老生 他什麼時候有演技過 周恩發 你現在強行 那部電影不能收 你說他演技不好 那接著 如果部電影能收 你說他演技沒有問題 沒關係 那部電影能收不收 跟那個電影總 天時地利人和都有關 你這一部電影講跑步的 我告訴你 劇鄉TVB 有一部劇收得很差 我那時候已經說了娛樂 我很記得 Exactly 就是和周恩發同一個劇 同一個劇總 說什麼 《大奔酒》 記得嗎 那部電影是否叫《大奔酒》 是不是叫《大奔酒》 還是《大埔酒》 是說好像黃浩俊是誰說跑步的 說跑步哪有人看的 你明白嗎 如果周恩發是演《毒舌大狀》 做謝君豪的角色 那你就會說他可以了 根本與演技無關 你是劇總的問題 我剛巧正在翻譯Facebook 最收得的香港電影是甚麼 是甚麼 是Marvels 你覺得六巨人很好戲嗎 你覺得美國隊長很好戲嗎 真的有些是不好戲的 站在那裡是花瓶 尤其是最收得的幾部 《The End Game》那些 我告訴你 我簡直覺得是沒有劇情 為甚麼呢 《The End Game》這麼收得 就是Marvels 復仇者聯盟 你這麼收得 你的劇情不是我平時玩公仔的劇情 這個和那個打 這個和那個打 這個打兩招 這個打兩招 你有甚麼劇情可言 有甚麼演技可言 我可以說 《蜘蛛仔》死的時候 抱著Ironman 不是說演技 那部電影是否收得 你硬折批 周恩發說演技不好 所以那部電影的票房 他本身這部電影 由他改名當時 尷尬的 我不是賭神 到後來說那些軍情親子的事 已經知道不行了 他又不是做到 我告訴你 真的不關卡士的事 有件事叫 在中國再見李煥英 我看了那個時候 哭了兩三次 那部電影說 穿越回到舊市 媽媽快要死 回到舊市 跟媽媽一起回去穿越 她媽媽做了一個年輕人 她變成一個童年 都是那個人 那部電影又好笑 又哭到你死 根本上是說口碑 她激不激動到你的情緒 喂 譬如你說熱血東西 奮鬥 要不就像Rocky 男人戲 周身肌肉 好像激戰張家輝 又不是 你看周潤發 他做的事這麼平民 只是在街上跑步 阿叔也周時在海皮跑步 你有沒有覺得很崇拜那個人 你沒有的 你說拳王打拳 周身肌肉 你都會看兩眼 阿叔在街上跑步 你怎會看他 除了周潤發之外 那部電影本身不行 不關個人事 我覺得不關個人事 是氣種有問題 要這樣說 看看那個人有沒有踩了他很多句 真的很多句 甚至說他九流演技 一部電影的失敗 應該歸咎於導演和編劇 有人說 是的 我也覺得是 他說 阿發哥有份投資 但是 那麼 他有份投資 他只是做演員那部份 導演也很重要 他怎樣去說故事和編劇 他有份投資 他投資失誤 他投資失誤 但是你說演技是不是很退播 是不是九流演技 九流 不要說九流 另外再說說 你說他一個巨星 新戲不賣是意料中事 他說巨星只注重親民 忽略演員本分 好像演員本分 有套劇大賣 不知道關不關演技 林敏聰 那套叫什麼 下樓上車軸 林敏聰那套劇也大賣 你覺得林敏聰的演員本分 和周韻發會比較專業 還有我覺得親民和演員本分都沒有衝突 他親民是在戲劇以外 是不是 他在戲劇以外 他平時做人是親民而已 不代表他演戲的時候 和這件事是有關係的 他親不親民 他演戲演技好不好 是兩回事 你硬拉在一起 然後你說他衰收尾 有什麼衰收尾 巨星只有一件事 不會衰收尾 真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醉紅的時候 香了 周韻發一個這麼好的人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 我告訴你 成龍說過 謝賢如果在醉紅的時候 走回一個傳奇 我現在跟成龍說 成龍你也是 譚詠麟也是 是的 有些人又不是 譬如誰 詹士瘋 二頭二十三歲便死 變成了傳奇 黃家駒 這些全部都變成傳奇 當然有些人很厲害 譬如羅伯迪路 奇連伊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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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本身是導演 是的 羅伯迪路 根本上好像黃秋生那一種 演技是變幻莫測那一種 你這個明星 還要是一個 我覺得他 雖然沒有謝賢定格的明星 周圓發也有些人會承認 人家瘦 譬如揸雙槍 或者什麼 但是你發哥 你今時今日的體能 體能 那個款 都不是那樣 你不要說到他 衰收尾 只不過是這一部戲 不是應該有的票房 他這部也是一部小品 他覺得很有意義 周圓發張一部 他覺得很有意義 電影拍了出來 亦都很適合他的興趣 亦都訓練了一些 年輕人 有個年輕人做他的兒子 帶一些新人 那樣 我覺得 發哥 做了他的本分 一個前輩 他也是 就是 哪有巨星說 跟你跑步去借票 其實他要不要借票 沒有需要的 他是 有什麼所謂 有什麼不需要收尾 如果票房一定好 才拍的 你們就不會見到巨星出來拍戲 是你們對他有要求 他覺得有意義 是有人會得到某些東西 可以帶走 他就拍了 當然有些人說 你也沒看過嗎 不關事 如果巨星是怕票房差 就不拍 你不會見到梁朝偉 郭富城 周星馳那些再拍戲 人家本身已經不用做很多年了 有什麼需要收尾 這些是 劍職 能力 可以當男主角 我揹到 我想拍戲 就玩一下 他也沒有壓力 為什麼要這麼狠地說 周人發 我覺得不需要 周人發給了這麼多正能力 香港人 給了這麼親民的形象 令到大眾 叫做在戲內 和在人生 平時生活 在娛樂的人 嘩 還想怎樣 還想怎樣 你覺得古天樂的戲 一定是很好收 我知道有些戲 完全不能收 以前拍的那些千言萬語 是我才看的 backboy特工 當紅的也不能收 不要說 這位退休 全職運動員 兼職明星 香港人 民間特首 周潤發 就算你說他 演員已經不稱職了 什麼 他是民間特首 不要緊 我們香港人 一樣喜歡周潤發 不過如果有些人想借用周潤發的名字 在書展那裡 我認識很多娛樂的東西 然後爆料 什麼 什麼 所以我就不提你的名字 哪怕你是一個前輩 什麼 我就覺得 秋水 秋水成份居多 想拿別人的名字來 博自己 有些關注度 但這件事其實有很多傳媒 都不會跟你說 可能我說完之後有人說 因為香港的傳媒都很疼周潤發 周潤發這部電影在大陸不收 就早就知道了 但香港的傳媒沒有說 發歌表房內地仆直 什麼什麼 你就知道周潤發是多得人尊重 不是說你以前跟他做過事 你就可以亂說話 唉 真的 就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